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今天我玩了一把微信区的排位 应该是祖格亮打的还是不错的 像这边一波先是打这边 祖格亮把李白过来打我 这边是大家都直接二级的时候 这边是李白是被我的被动的 直接给收走了 还是不错的 说说还挺久没玩祖格亮的排位 这边又打的挺爽 一个大招带走了一个小鲁班 然后又追着去追 接着去追这个这个 蔡文姬是吧 一个大招直接秒掉 然后这边又是又是李白啊 一个大招 这个李白还是挺溜的 能躲过啊 然后继续追他 他追着他 然后他就就那么一点血 他我以为他会跑没了 没想到 这边丢个一技能 然后那个李白居然 直接被我一技能给飙死了 这命中注定 他要被我给击杀啊 所以说算他倒霉 这边又是 这边是他们两个 我们仅追不舍一个大招 不用打到一技能 直接把那个蔡文姬给飙死了 有的时候这个祖格亮就是减轮头 啊比较爽 然后我们再按这一波 再一个一技能 再一个二技能冲过去 虽然说没有抢到两个 他都抢到一个轮头 这王朝军没有成的 王朝军就让还有那个粪球防啊 那个那一款皮肤是限定皮肤 还是挺好看 接着我们又来这波 又看到蔡文姬在这边草丛那面 回过来带走一个那个向羽是吧 祖格亮是打到后期 是鲁班 后期打到后期的话是非常好打 特别是他的被动伤害也高 所以他的灵活度是非常高的啊 这个这个祖格亮 这边又碰到李白一个大招 李白在这边打那个暴君啊 打主宰 刚才应该是被主宰打晕了 然后刚才我一个下去一个大招 再加一个二技能 直接就带走又碰到李白啊 我跟你说这一集是跟李白是 李白是干干上的啊 那最后直接是这边一波啊 强推 祖格亮还是不错的 不错的 虽然会被消过几次 但还是挺好用的